嗨,大家好,我是小真哥 欢迎大家今天回来到我youtube频道 那么在前两天呢,我给大家介绍过一个不错的机场 那么这个机场呢,我还是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吧 然后首先呢,我进入我自己的这个个人频道 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 然后我前两天介绍的这个机场呢,就是这个 这个机场呢,经过这么几天 然后好多朋友都一直反馈呢 然后大家都反馈说这个机场非常不错 那么这款机场呢,也是小真哥进去强烈推荐的 那么这款机场呢,它支持流媒体的解锁 然后包括奈飞啊,葫芦啊,等等这些高清的这种 视频影院都可以进去支持观看 那么在最近两天呢,小真哥收到一个不幸的消息 就是好多朋友在小真哥的这个视频下方进去反馈呢 说那个这个机场呢,然后它的这个域名 然后打不开了 然后那个小真哥的这个 嗯,视频下方的这个邀请注册的一个地址 然后那个小伙伴嘛,也都注册不了 然后那么小张哥接下来收到这些请求之后呢 及时的进去联系了这个机场的 就是机场主,那个博主呢 也立刻跟我进去了反馈 然后经过博主的一些反馈呢 然后我大概知道了 就是最近的博主也是进行更换了好几个这个 嗯,机场的域名 然后但是我们目前的这个JFW的这个防火墙呢 然后也在不断地升级,然后墙的一个封锁的一个策略呢 也是在日益更新 然后你经常我们换的一个域名呢 也就在很快的进去给就是屏蔽了 那么在这里呢 嗯,小张哥给大家进去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的网站首先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会打不开 嗯,然后那个防火墙一般对就是屏蔽我们的网站 分为几种方式 那首先呢就是防火墙第一种屏蔽的这种方式呢 就是通过这个DNS污染 首先我给大家记一下 就是DNS污染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DNS污染加 污染加那个屏蔽IP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封锁IP 嗯,就是这两种策略 然后目前呢一般呢就是像我们普通的这种机场的话说 这种像JFW呢 它一般都是会这个 只是屏蔽了我们这种DNS 它不会去封杀我们IP的 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IP屏蔽的话说 它的这个JFW付出的这个代价也是相当大的 另外就是说它屏蔽你的IP的话说也不会进行去持久的 就是持久的进去屏蔽 大家都知道IPV4的这个地址 然后现在都是有限的 而且资源也是特别宝贵 然后它也不会进去持续进行屏蔽的 嗯,一般的像我们的普通的机场呢 一般JFW都会采取这种的 就是DNS污染 那么好了 然后说到DNS污染的这种情况呢 然后那么我们现在映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是DNS污染 然后在这里呢 然后小真哥带大家进行去上谷歌 进行去查看一下 OK,然后我们直接进去 sorry 我们直接进行去搜索DNS污染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首先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出来的这个DNS污染的这种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比较直观 就是什么是DNS污染呢 就是我们首先在自己的这个浏览器当中 然后输入3w.google.com 然后呢 它会自动去访问我们自己宽带运营商的一个DNS服务器 然后去找谷歌.com所对应的这个IP 然后呢 由于这个JFW呢 它会先拦截我们访问的这个域名 来给我们拦截之后呢 然后它看到我们如果是谷歌的com的话说 它会直接返回给我们一个随机的一个错误的IP地址 然后比方说返回了百度的IP 然后它就会返回错误的一个地址 报找不到 然后服务地址 也就是说我们常问常说的就是链接地址打破开 另外一种呢 就是说像那个 DNS污染加上评比IP 比方说 我们像这个谷歌以及YouTube这些网站 一般那个JFW所做的采取的这种措施呢 一般都是DNS的污染加上评比IP 也就是封杀谷歌的这种IP 两种方式 那么好了 然后我们今天说到这个DNS的这种污染 然后我们有没有一种方式来进行去轻松快捷的巧妙的并且去避开这种DNS污染呢 那么小张哥呢 就今天介绍一种简单而又方便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去让我们避开简单的这种DNS污染 然后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然后就是小张哥今天介绍的一种方式只是仅仅针对DNS污染 就是但是并不是屏蔽IP的一种策略方式 如果是IP都屏蔽的话说 建议大家进行去科学上网了 然后我今天讲的主要是还是DNS污染这种方式 说到DNS污染呢 那么小张哥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最新款的这个Firfox 然后它新出了一款功能 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在这里呢 小张哥给大家顺便 然后整理了一个word文档 就是我们最新版的虎虎浏览器呢 它开启了DOH的这个功能 也就是防止DNS污染 然后首先呢 DOH是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是DNS over HTTPS的这个缩写 然后它是从浏览器当中发出来的 就是说新的DNS这种协议呢 就是由于就是说 因为最近前几十年的这种DNS 它一直处于为加密的一个状态 导致就是很容易被篡改 污染以及收集隐私 那么使用这个DOH这种协议 进行去加密的这种DNS请求呢 然后它可以解决域名被DNS污染 而无法进行去直接访问网站的问题 那么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目前我们现在安卓 以及这个Windows PC 以及Mark版的这种虎虎浪览器 都支持的这个该功能 然后经过一些简单的一些设置呢 然后它就可以进行去访问 我们刚才介绍到这个 JoyFast的这款这个飞机场 以及然后我前两天介绍到这个 西部代理的这个酸酸乳的这种机场 都可以进行去访问了 然后在这里呢 然后我顺便说一下 就是前两天呢 我也介绍了一个 就是西部代理这么一个 嗯 机场 然后他们家的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家的这个机场呢 然后也是 呃 没两天 也是就 就不能进行去访问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它的这个 域名呢 大家如果在普通的这种浏览器当中 去打开的话说 也是进行去无法访问了 火湖浏览器的这个 这个DIH的这个功能具体是怎么去打开呢 然后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亲自进行去演示一下 首先打开我们的这个 火湖浏览器 具体火湖浏览器的这个下载 以及安装的一个补过程呢 我在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安装的方式呢 也比较简单 看比就是安装我们自己 经常使用的这种QQ一样 呃 直接就是一键傻瓜 傻瓜这种方式进行去安装就可以了 呃 下载的地址呢 然后我直接在我的这个文档当中 也进行去 呃 添加进去了 然后大家直接 如果不懂的话 直接看我这个文档也可以 然后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亲自进行去演示一下 打开我们的Fairfox浏览器 然后我们直接在浏览器地址啊 当中输入 about sorry 冒号 config 大家可以看到啊 然后他会首先提示一个 就是高级设置 也就是我们这个Fairfox这种高级设置呢 他会影响 以及对我们的浏览器有不灵的这种影响 然后我们 然后问我们如何 我们了解此分析 我们直接连点击了解此分析就OK了 然后进入这个Fairfox的这种高级设置呢 然后我们直接在地址了当中输入 network.tr sorry network.tr OK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呃 我们今天呢 要设置三个属性 一个是network.tr.model 一个是timeout 一个是tr.ui 我们先说第一个tr.model 这个参数值呢 留意小张哥已经设置过了 然后他目前是2 就是原来就是 如果我们没设置的话说 这个值是默认是0 0的话呢 就是不起用 doi的一个功能 2 所以就是我们一般要把它改成2 然后点击确定 2的话就是启用doi的功能 然后OK 我们可以看到 这儿还有一个tr request timeout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doi的功能 然后进行去访问我们的预名解析的话 说他的一个超时时间是1500 我们就用他这个默认的就OK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设置他的一个tr 也就是doi的这个功能 他默认使用的这个dns的一个预名服务器 然后我们直接就使用furfox默认的官网提供的就OK了 然后这个预名服务地址呢 然后我也会提供粘贴在我的这个文档当中 那么OK 然后这些我们都设置完成之后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进行去重新启动一下 我自己的这个浏览器 我们自己的这个furfox浏览器 嗯 OK 在这里都已经设置完了 然后是不是小伙伴感觉非常简单 然后充气完成之后我们的浏览器呢 然后我们直接打开我们的就是刚才这个被屏蔽的这个机场 我们先说这个被屏蔽的这个机场域名 我们现在 然后俄罗斯的这个战斗民族的这款浏览器当中 我打开这个域名 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域名是三个U一个K叫Space 然后在我的这个furfox当中再去打开这个地址 大家可以看到他很快就打开了 三个U一个K叫Space 然后那个战斗民族的这个浏览器呢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的这个速度非常非常不行 然后我现在用的这个代理呢 也是用的PAC这个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PAC的模式呢 就是只有把这个域名添加在他的这个白名单当中 就是JFW list 这个白名单当中他会才会走代理 莫名就是说我现在这个域名呢 是没添加到这个代理当中去 如果添加到代理当中去的话 说大家也可以看到他就直接就能打开了 而FarFox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是默认都是没有开通这个 呃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是都是没有开通这个代理的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是在战斗民族的这个浏览器当中打不开 基本上也算是就是贵了 OK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战斗民族浏览器呢 已经是完全打不开了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FarFox打开这 他们家的一个机场呢是完全搜一类的 然后我们直接点一下他的这个登录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能不能跳到登录界面 OK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直接再看一下这个注册呢 大家可以看到注册也是完全是没有问题 嗯 好了 然后我直接再给大家演示一个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西部代理的这个 酸酸乳的这个基层域名 大家可以看到默认如果大家不开全局 呃 代理的话说 这家的基层的域名基本上也算是古贵了 就是基本上也算是被定S污染了 好了 然后我就不在这等他了 我直接在FarFox当中去打开这家机场的一个服务地址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而我们现在战斗民族这个浏览器呢 一直也是出于还是出于等待等待等待 好了 然后我点击登录一下 完全是没有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也是也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一般的我们自己搭建的这种 酸酸乳这种机场 或者是这种呃 个人博客 然后他是被封的话说 JFW都是简单的这种DNS污染 除非我们这种网站流量特别大 比方说谷歌 Youtube 然后这些网站呢都是JFW的这种重点风沙对象 他一般除了这种DNS的污染呢 我在我的文章然后开篇也进行去介绍 他还会对我们的这种IP来进行去评比 好了 那么小张哥呢 今天就介绍这么多 然后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说 也欢迎大家点击小张哥视频下方的这个订阅按钮 请你去持续关注小张哥 那么小张哥呢 如果后续有更精彩的这个视频教程内容 然后也会在第一时间推动给大家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 赶快进去下载Firefox网站器 赶紧进去下载尝试一下吧 好的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然后谢谢大家